七夜雪锦绣安宁 纯花燕 同台对答 谁更胜一筹 看来十月是改编剧的天下啊 大家都还沉浸在再见 怦然心动草莓印改编男女主之间你来无望的试探 关心中无法自拔时 另两部大热爱改编的古装剧又乔摩上线了 一部行星相惜却天人永格 一部互相利用相爱相杀 这曲折的爱情故事瞬间激起了网友强烈的观看欲望 作为俊男美女的换成古偶剧 七夜雪和锦绣安宁可以说一播出就被摆到了对比的行列 从原著热度来说 七夜雪从读者 人气 口碑 评分 多种方面都碾压首服养成手册锦绣安宁 豆瓣评分一个8.4分 一个6.0分 大家可以猜想一下七夜雪的原著粉有多么强大 原著评分差距大 剧中选角的高低也不同 同样都是二线明星 张婉宇可以说是四人中发展势头最猛的一个 任命屈居最后 综合下来 七夜雪的演员实力还是稍高于锦绣安宁的 再看网播热度 虽然锦绣安宁已播出就冲到全望第二的宝座 成绩是很不错 但依旧没有超过七夜雪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七夜雪都是秒杀她的存在 但是事实真的如数据所说吗 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七夜雪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评分较高的七夜雪 这可是一开播就饱受争议的存在 镜头奇怪 审美独特 实景拍摄像抠图 可以说导演组将内余多年没踩的坑都踩了个遍 开播前还宣传的什么 新疆雪域实景拍摄 这用新程度让网友对七夜雪产生了不小的期待 可实际上呢 呈现给观众的是什么 演员们就像是站在雪景花钱一样 虚假又突兀 看着还像是街边两元店随手一买的劣质画布 咱先不说人拍的多丑 就这场景呈现 都白瞎那二十多天工作人员在新疆的辛苦工作 天空假到云彩都不飘动 颜色更是浅到跟雪地同色 就连增顺息一靠的石头都显得太不真实 就像是套墨涂上了史灰色的颜料 一点都不棱角分明 那随风舞动的常见也是充满了塑料感 没有铁制武器该有的重量 楼下小卖铺两块钱一把的存在 网友都替他们找好了借口 新疆太冷 拍摄强度大 给大家造成了不好的观看体验 尽情谅解 不过再好的借口也不中用啊 就连森林都要造假 这在无脑的粉丝也没法硬夸了 还有海东青找不到真实的可以理解 毕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可弄得像个纸扎鸟一样 就有点过分了 男主曾顺希这头发也是奇奇怪怪 就像是干净利索的装扮上增添了一处不平整 该不会是为了省钱 直接借助杨幂的造型师吧 你以为七叶血就这槽点吗 不不不 这才只是一点点 观众吐槽的不仅仅只有导演组的审美 令人无欲的剧情 还有男女主那放不下神断的演技 虽然曾顺希在年龄上是十分符合男主这个角色的 但从角色塑造上来说 曾顺希的演绎毅毫无灵魂 全程就只知道瞪着大眼面无表情 正哥就是一个大呆瓜 哪里有潇洒不羁的大侠风范 正直善良的人设也没看到他体现到哪里 落儿突然发病 第一时间就是怀疑发善心救人的女主 还拦着人家不让继续看病 无语 这正直善良的高尚品格只针对自己人 一个简单的治病一闹情节就能整两极多 怪不得观众都在吐槽 节奏太慢 改变不走心 不过没有关系 男主的演一步走心 女主也没好到那去 就看李沁这瞪大双眼 嘴巴微张 下河线消失的正愣模样 完全没有身为女明星的精致美感 活脱脱的网络流水线美女 而且做没做姿 蘸没蘸姿的 吃个除夕饭还非得绷之几倍 懒花纸撑头 这脚柔作作的模样 让人不禁想到 我的人间烟火中同样绷着的洋洋 大结局临死之前 李沁奈披头散发 火牙漏嘴的模样 也没有憔悴宾思的感觉 虽然眼中含泪的凄惨样子 甚是可怜 但妆容却撑不起她的表演 让人看着十分违和 锦绣安宁 比起七爷学的吐槽满满 大家对锦绣安宁 还是评价 竟然是好评居多 预告片中 被吐槽过无数遍的 任命颜值问题 反而没那么糟糕 前期预期太低 任命这个罗姨女主出来时 反而颜值上有了惊喜 跟预告相比好了很多 剧集有点很明显 服装方面质感很不错 任命出场时 一身素雅打扮 显示出了人物处境和性格 算是近期不错的古偶剧了 缺点也很统一 声音太差劲了 许多网友认为任命声音难听 请配音等评论 自己配音没能得到好评 反而成了缺陷 距离任命应该端庄千金 说话时却变得很刺耳 声调与人设完全不同 气虚 气短听着都让人难受 看那么多观众 全部吐槽任命声音问题 就能明白剧里声音听着有多差劲 人确实变瘦了 滤镜全部到位美了很多 声音如果能匹配上会更好 从场景上来说 锦绣安宁真实不虚化 不失以往内与古装剧的水平 滤镜也不浮于表面 色彩鲜艳 让人看着都心情舒坦 树林林间小道 也采取真实场景拍摄 要换之前大家都觉得 这是导演组应该做的 但放在与七夜雪的对比上 就不得不夸一下 锦绣安宁导演组的用心了 从选角上来看 任命的造型 十分符合别院长大的小娘子 端装不失俏皮 典雅不失可爱 将她本身偏硬的长相 柔和了不少 男主张婉一的造型 延续了一贯的水准 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当然也没有拉低她的颜值 属于无功无过的一个装造 演技方面呢 张婉一自然不必多说 一如今往的再现 尤其是金针刺学时 面上平淡无波 另一只手早已将桌角 扣到手指泛白 没有血色 看着又好笑又心酸 而任命也没有拉后腿 这紧锁的眉头 不解的眼神 不用多说 就能将疑惑的情绪 呈现给观众 最重要的是表情幅度小 不会让人感到怪异 五官乱飞 整体还是有些许灵动在的 剧情上来说 优点是冲突狠足 家族内部各个派系明显 退婚风波又让女主 拉了波仇恨值 小娘跟女主之间 明显会成为主线矛盾之一 男主背着家里人 做的一些事情 还有查真相复仇等 都是一大看点 开局就像大家展示了 错综复杂人际关系 哪个在家族里受宠 哪个不受宠很明显 缺点是有些相遇 矛盾太过刻意制造了 为了能让男女主尽快相遇 不等罗府大宴就安排上了 明显就是导演 想让男女主尽快培养出感情 就连张婉一这个 罗申远数字身份 都没过多介绍 就开始走剧情了 让观众开心的是 剧情速度快了 八百倍速演示各种关系 一集演了别人两集戏份 五集看完整个人 都觉得脑子里内容太多 也有网友觉得 可以安排会影响自然感 不过总体来讲 还是口碑不错的 与正在崩盘中的 企业血相比 任命和张婉一这次出演的 锦绣安宁 算是打出了安全牌 开局赢下一波口碑 其实锦绣安宁 主要就赢在了正常上面 滤镜正常 剧情正常 演技正常 而且宅斗的剧情 也特别让人上瘾 当然了 许多人最看好能爆的剧 是春花宴 毕竟男女主 男主报了花间令 女主无几言的墨语云间 很有可能是库家年贯 而且逢厅人设 现在真的太受欢迎了 不管是电视剧 短剧 或者是小说 进行sto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